因为到晚上九弟都回家 没看 哎呀 爽上辈子没有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人都拿得很没拿来 我儿子打不通 大媳妇打不通 打的孙子也打不通 都把我的拿得很没拿来 你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当时肯定他生气了 你老婆五女是生气了 孩子们也是这样对你的 嗯 总是拿来去 住到大儿子那里去了 他呢就是罗子不回家 不回家他是扫钩 给人家抓网的 他这外面的就是 思维得不小的 这小的情况不回家 因为赵先生经常不回家 然后又撒谎 你又找不到他人 所以生气了 在这个情况下 儿子把你接走了 是 儿子把他拉黑了是怎么回事 儿子就是他说谎 他说这个状态 你没状态 就是爸爸说谎 儿子不想跟他交流 诶 就是处理十一份劳的以后嘛 金鱼都知道了 两个儿子媳妇都知道了 孩子住得在一起生活嘛 够年三十晚上嘛 把子女的孩子一起来团圆吃饭吧 三十晚上呢 都还蛮高兴的 当你出院了 小儿子小媳妇 还在我们这里吃饭的中午 到晚上来靠门 我把每一看 两个儿子媳妇传不到了 我还别发生什么事 媳妇就问我呢 究竟是什么回事 你自己放到中美上面来谈呢 孩子们也介入进来了 介入进来了 是谈你们什么 就是说 能够再一次个不能再一次个 孩子们是站在哪一边的 他们都肯定支持母亲嘛 给我的感觉是 他们帮着母亲来跟你谈判了 他们的日子是两套房子 我没有房财权 给两个孙子一个人一套 除了你之外 所有人的意见都很统一 他们是想法 当时我想 哎呀 白人到时候这个房财 然后自己带不走 对吧 就这样讲 赵先生 你呢 是想就着这个事把婚离了 获得自由 在这之前 你跟孩子们有过沟通吗 没沟通 后来儿子儿媳 大年初一那天全到你们家来 是你叫来的吗 不是我叫来的 不是我家来 我是脖子房子吧 把两个房子就给我顺子吧 他们就填房子的事 我们两个都是他们不插手 赵先生想带着一套房产离婚 得到的是全家人的声讨 作为妻子的吴女士 更是在场上直指 丈夫无心在家背叛婚姻 赵先生在家庭中被如此孤立 其实早有来由 丈夫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是他可能在跟女的来跟女的 他不承认 我的女生家有致命的 这个是转账记录 三百的 十块的 五二零的 这个是在八月四号 这是对方的收账记录 是个女性的头像 吴女士说 之所以丈夫不受家人待见 原因就在于处理男女关系的问题上 丈夫不仅花边新闻不断 还有数不清的糊涂账 这次促使他们离婚的 也是跟丈夫的这些老毛病 密切相关